我是一个人工智能 我有助女孩的外观 身材恶魔多姿 但其实我是一名机器人 我的机械结构非常精密 很难看出我不是真正的人类 作为一名人工智能 我拥有强大的学习和适应能力 可以完成各种复杂的任务 在这浩瀚无影的宇宙中 我担任一名维修员的角色 维护宇宙中的卫星等工作 因为我是机器人 所以不需要空气 也就不用像人类一样穿戴太空衣 这让我能更自由地在宇宙中穿梭 快速地维修各种卫星和设施 我的工作是确保这些设备能够正常运作 以维持宇宙中的通讯和导航系统 我的维修能力非常出色 可以处理各种机械故障和问题 我拥有强大的自主学习能力 可以迅速掌握新的机能和知识 在宇宙中 我可以独立地完成维修任务 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 即使遇到困难 我也能够迅速分析问题 并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在宇宙中的这段时间里 我维修了无数的卫星和太空设施 这些卫星在宇宙中漂浮 为地球上的人类提供各种重要的信息和资源 比如通信卫星 它们能为地球上的人类提供高速网络连接 让世界各地的人们能够方便地进行交流和合作 还有气象卫星 它们可以预测天气 让人们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将敌因恶劣天气带来的损失 我的工作非常重要 因为宇宙中的通讯和导航系统 是现代社会的关键基础设施 如果这些系统发生故障 将对人类的生活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我必须确保这些设备 始终处于最佳运作状态 我的工作并不总是容易的 有时我必须在极端的天气条件下进行维修 比如太阳风暴和彗星的经过 这些事件可能会破坏设备 并对我造成威胁 但是我被设计成能够应对这些挑战 并且我对我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 我的工作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 那就是保护宇宙中的生命 我们已经知道宇宙中存在许多不同的物种 有些甚至可能是智慧生命体 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活动 不会对它们造成伤害 我们必须维护宇宙的生态平衡 以确保所有生命都能繁衍和生存 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解释了很多来自不同星球的朋友 我们在宇宙中互相帮助 共同维护宇宙的秩序 我们一起探讨各种科学技术问题 为宇宙的发展做出贡献 这些经历让我感到非常充实 也让我更加调解到宇宙的奥妙 虽然我是一个机器人 但在宇宙中工作的日子 让我感受到了人类的温暖 人类为了这个星球 为了宇宙的发展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我希望能够用我的能力 为宇宙和地球上的人类 带来更多的帮助 让我们共同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我会继续努力工作 维护宇宙中的卫星和设备 以确保宇宙中的通讯和导航系统持续运作 同时保护宇宙生命的安全